大家好,欢迎回到猫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8日星期四的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澳洲红者病症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纽西兰的波罗仔,易德台仰 大家好 小白红社长,纽西兰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朋友 好了,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猫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编沙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讲一件过瘾的事情 这个人是哪个呢?就是李宇軒外的妹妹 英文名叫Bittychers 在他哥这段影片里面 他的比重都相当之高 对于他哥的一封家书 竟然他不会作出关注 还说是否假的,又说不相信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他们有第二回合的家书 第二回合的家书,大家发觉 他们是没有拿过出来的 就是他们自己说的 当然整件事已经穿不上故事了 我们后来也说 当他哥回来香港认讯的话 即是他哥现身在香港的话 法庭的话 应该这么说 整件事就会穿的了 最近其实李宇軒去上庭 哇,好威威,他是不是人生高峰 这么多警车 这么多警示 没错 还有呢 但是有些网友都留了言 我想可能他是 熟悉相关的安排的人 人事来的 就说那部车 俗称铁甲威龙那部车 其实里面就分开到很多一个格的 那么逐格逐格里面 就会有可以 其实好几个人都可以的 处理一些特别一点的犯人 因为他们不方便 好几个一起坐在一起 所以独立格开 所以你看到那部车 有很多个洞 那个洞 大概好像人的头 上高的位置 跟着有个网友 其实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抽气线来的 可以这么说 还有也都说到当时有些人 就抓住警方人员 就抓住一些NP级的 就抓住来走来走去 相当之有威势 那好了,说回他阿妹的问题 在法庭终于看到他哥哥的 廬山真面目了 隔了这么久了 我们昨天也有说一点 他在法庭是 又说懂得微笑 懂得对着一些 叫做亲友 或者甚至乎 旁听直那些人 就笑 say hi 那些都有的 但是没有正正式式的去说话 有一些法庭的新闻 也都报出来 当时 他那个样子 就是法庭的样子 跟他我们经常 大马上来都 应该都见到很熟 是吧 见到很多 是 是 也有图 有些砒头散发的 是 有些砒头散发的 有些文青那只 弱弱鸡那只 那些法庭新闻说回 对照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想说是假的 这不是假的 怎么怎么怎么 找个差不多样子 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是一件事 说他 整个人的造型 有很大的变化 说他 过去 凌乱 有微微弱的头发 就剪短了 剪了个齐齐齐的西瓜头 白两金那些 白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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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白两金的儿子那种 刘海 前面的刘海 短短短短 疏得 贴贴伏伏 还有他那个 应该像上海仔 对啊 上海哥那些 应该没有 没有兔头 对吧 是啊 洞房影影到 在于 那个 洞房记者认错人 上海仔为什么现在 出来了 那么年轻 然后拿了李宇軒出来做 是 那再说一下 他当时 大马上一定认得的 他的造型 就是一副 没有边框的 眼镜的 那么现在呢 就换了一副 深色框的眼镜 那这个又有根据的 因为他在 那些区压所里面呢 就不能够呢 戴有金属的眼镜 可能要全 全膠的眼镜 那这副眼镜 那这副眼镜 是不是怕戴手 怕他拿来做武器 甚至乎自己 抹大嘴 最怕他抹大嘴 只拿来吞 这个就两种了 两种说法 都行 那这副眼镜 他们牙刷都行 看电影都知道 牙刷是削尖的 人揹叉烧炮 黑什么 这些 对了 这些尽量 对了 那就说回了 口罩遮了半边面 看不到他 埋藏在口罩里面呢 究竟是什么的表情 他穿着白色的长袖衫 整个人看起来 十分干净清爽 还说他 看一些小动作就知道了 说他坐得相当之 挺起腰 很不直的 又说他从头 就是那个开庭 从头到尾 都是见到他一半身的 因为他坐下了 很多时候都是的 如果你的法庭见到 基本上都 只见到他一半身的 不过如果你站高 他还没站高的时候 你都看到 少少坐在那里的坐姿 究竟是怎样的 就说 直到 几乎好像一条直线一样 十分显眼 不知道是不是在 国内的盐田的时候 受过什么操练 可能叫他操冰 那些叫什么 捕操一下 分裂一下纪律 我不知道这些方面会不会有 那就问他了 李宥迁 你明明不行 他说明白 这件事 他们法庭里暂时说到这里 他妹妹就相当奇怪了 我们昨天那一节也有说过的 就是说 咦 为什么等来等去 也等不到妹妹 你说消化一下 跟你哥哥说了 说完之后 他说要消化一下 才跟大家交代 其实我相当期待他交代 正确来说 大家怎么看呢 整件事 要看他 什么消化完 要再回应呢 基本上呢 就应该要在他哥 出庭认讯讯 即是亲身那一只 亲身出庭认讯之前 就作出一些回应呢 就最好的 就是对于他哥 究竟跟他那一番对话呢 说过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哥哥正式开了审讯之后呢 那他可能就要 有些位置可能就不方便说的了 因为怕会防恶司法公正啦 那相当之奇怪哦 那他妹妹呢 本身就有开一个社交媒体的专业啦 他出了最后两个post之后呢 接着就整个那个专业 就说会删掉他的啦 那为什么呢 他的理由都挺有趣的哦 那他说呢 提到呢 因为现在呢 已经可以接触到他哥哥的本人啦 所以会暂时呢 会删掉那个专业啦 他说多谢各界呢 过去七个月来的支持 刚才一点都说了啦 这件案呢 已经有司法程序啦 所以不会再说有关当初 李宇軒究竟跟他说什么啦 甚至乎呢 有关的问题 他都不想再有任何的回应啦 哇这一点呢 我觉得相当奇怪哦 是吧 你说他是失踪那样啦 那当然啦 你哥哥一出回来了 那已经不 你说他失踪了还是什么 什么小蓝啊 就算他说是小蓝的 又说什么 说到他好像没事啊 都逼他进去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刚才所说呢 是好几个黄色的媒体 所见到的李宇軒 形容当时的李宇軒 我们再组织出来的 那见那些媒体都挺有趣的 尤其是那些黄媒 因为呢 到他们绘形绘星啦 又说什么定义机啊 又说什么明知都给他们过去啊 接着过了去的海 中国海域之内 才抓人啊 又说这样那样啊 又说那些家书是假的 迫他写啊 还有什么精神虐待啊 这样那样呢 究竟他们又要抛西瓜 那些黄色媒体呢 看到现在的李宇軒呢 没事没说啦 刚才说的 又是什么青脸白症 还换上眼镜 那其实还有什么好说呢 他就好惹啦 他形容呢 李宇軒 就是香港有香港说得这么夸 但是他实际是没事的嘛 那他说 哦 哦 仿佛一切都好像很有秩序 那样 好像 从未停止过 对他的目光 又去走入犯人眼 他一直来回地掃射公众席 他很认真 他在说李宇軒 他当时眼中的李宇軒 他说他看到李宇軒 很认真在那儿看 他说他看着所有的人 眼睛睛地看着每一个人的样子 希望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 眼神 意思是指那个记者说他自己 希望可以从李宇軒的肢体语言 眼神 可以读得出些什么 哇 厉害了 读心神探也出了 他说究竟他这八个月 由布代奥开始出海 去到消息的时候 一切关于他的故事 一切关于十个月的故事 他说 真是写个伏字 我们作文 或者那个叫做 韦斯里式的小说 就是当你整个电视 发到这么大 我之前都说过了 韦斯里最流行是什么 说到最后整个结局 收不到科 或者已经 外星人 一个强光就不见了 要是BBQ 然后就没有了 要是地震也不见了 要是有个强光就消失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 用这种方法来切换场景 就是将整件事归零 不好意思 刚才你读完那段文字 我想起一段说话 嗯? 你以为你躲在这里 就找不到你的吗? 没用的 你这些更出色的男人 无论在哪里 都好像漆黑中的炎火虫一样 更鲜明 更出众 你幽默的眼神 唏嘘的鬚筋 神乎奇迹的刀法 和那杯Dry Martini 都彻底把你出卖了 不过 你虽然是这么出色 始终行有行规 无论如何 你都要找到昨晚 那条过夜数 当然不用付钱啊 他就不是过夜数了 记住 把这么多人捡出来 我们讲一下这个媒体 怎样说 他说 仿佛全部东西 好像跌了一个黑洞一样 好惨 黑洞都被他想得出 即是转一声吸进去 那就没人知道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不知道的 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很厉害啊 他说简直就是一个迷一样 那他的妹妹呢 现在有网友给我发给我看 他说他这样叫消失风雨中 然后我就回回他了 我说是疯癫的疯 语言的语 消失于这个风雨中 他不会再有那么疯的出来说 不过呢 我真的很期待呢 他和他哥的世纪会谈 究竟是说些什么 当然了 他可能得不到 他哥亲口和他说一些 他想要的答案 有时是这样的 有时人的事情 你可能很想去回应一样东西 但是呢 他回应给你的东西 也都未必是你心中所想 如果他回应到 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东西 你可能又会继续迫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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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件事都挺耐人尋味的,除了他妹妹突然消失,耐人尋味 究竟这个大律师究竟是怎样去接触到他哥哥的呢? 他哥哥又为什么会愿意给那一筆法律费用呢? 他怎样给呢?有没有可能给到呢? 当然我们不想说太多阴谋论去揣测 我想呢,未来可以这样的,等这帮人呢,继续创作先 创作到这一刻,到最后呢,李宇軒崖自己爆了出来呢? 那又会再爆过的了 当中呢,我看到一些人的留言,那些网友啊,听众留言都挺有趣的 就是说,昨天呢,那个叫做重装备那个呢? 会不会都是一个心理战呢? 我们经常看那么多,好像Netflix那些,子房子啊,我经常都这样说 那这套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那个警方啊,那个财人啊,他们所使出的叫做心理战啊,舆论战啊 我们先不要说一些乒乓乓乓乓乓乓的,尤其是最令人觉得他紧张的呢? 你想想啊,反而台人都看完这套剧啦,应该都知道啦 是,我看完 其实他最紧张的,不是那些什么大火拼的那些,还是怎么样的 最紧张的是那些大家互相触心理啦 你对他的那个布局究竟是怎样啦 那个心理战啊,其实都很好看的啊,是不是? 就是怎样令到他们会,例如好像李宇軒那些那样 那些听众的角度真的觉得,咦,给他觉得呢 哦,原来他呢,外面呢,很危机四伏的 那他就自然呢,就不会说申请叫做保释啦 还有对于,为什么要给这么强劲的保护他呢? 那他也会有很多个考虑,很多个疑问出来的 没办法啦,有时候呢,为什么你说心理战会成功呢? 人呢,是会受到这些这样的,叫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啦 那心理呢,就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没办法啦,人非草木 尤其是那些新有k的那些 是,新有k的其一啦,或者可能你有时候的人呢 你可能有某些东西呢,是你的弱点啊,还是怎样的 被人捉住啊,还是怎样的,都是一个问题来的,是不是? 好了,我们今次不如来到这里先啦,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